来关心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随着禽流感疫情升温 大陆的民众现在是人人自为 在微博上相继曝光 四川 成都 湖北 金门 黄冈 江苏 南京等多个地区 出现大量死鸟 报告者就纷纷呼吁 希望当局的卫生部门 能够对此重视查找死因 但是随后和死鸟相关的微博 全部被删也被封了 而疾控中心在接到举报电话后 竟然回应 他们只管人类 不管鸟类 据道路媒体报道 4月3号 湖北荆州某居民小区 出现大量死鸟 鸟尸口中流水 经畜牧局检测后称 这些鸟因消化系统原因死亡 不久黄冈网友一秒钟上火星 在微博上发布了 从天上掉下来的死鸽子照片 4月5号 网友猫小炯在微博爆料说 在南京建业区查南拓远小区 一条街道两旁的玉兰树上 不停地掉死麻雀下来 拍的时候还在向下钓麻雀 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起来 这条消息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查南拓远出现死鸟的声明 听说了吗 听说有爱失照 正在出现这种停留感的事情 谁都会对这些 像这种死麻雀 像这些飞行类的 最起码肯定都有恐慌的 成都记者CDTV留言爆料 听说湖南河边好多死鸟哦 秋真实情况 好担心哦 秋政府出来辟谣一下 以上微博大多数遭到删除 甚至连账号都被封 引发了众多网民不满 我觉得我们的卫生部门应该去 积极地调查 应该去了解一些事情 然后把这个消息公布给这些老百姓 然后老百姓积极地做好预防措施 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源头 而不是把那个微博啊什么给删除了 南京和四川疾控中心都表示 此类死鸟的事情与他们无关 应该由动物防疫部门负责 但记者拨打了南京和四川 动物益控中心的举报电话 都无人接听 我们是不管鸟类的 我们只管人你知道吧 会打到那动物防疫的那个 部门有一个举报电话 记者采访了许多H7N9 疫情地区的民众都表示 没有见到政府做出任何防范措施 也不知道出现突发事件后 应该给哪个部门打电话 截至目前 没有任何卫生部门 对长江三角洲多个城市 出现的死鸟现象做出解释 新常人记者张天宇 台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